三国演义中 吕布号称是天下第一猛将 战斗力远超众人 那么有哪些人能够在吕布手下撑过50回合呢 数来数去 整个三国也不过这6人而已 马超和徐楚得靠边站 事实上 三国演义中的吕布 并没有斩杀过多么有名的战将 但众人对他天下第一的名号却基本没什么质疑 这主要是吕布的战绩实在太过逆天 众所周知 关羽张飞乃是刘备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 即便是放到其他地方 也是吊打一方的存在 没有任何人敢自信地说 正面对战 自己能够单挑击败关羽张飞 然而在互捞关前 即便关羽张飞联手 都没办法拿下吕布 最终还是刘备上场 和关羽张飞一同围攻吕布 才最终击败了吕布 可见吕布是多么的强大 之后的濮阳之战 罗冠中先生再次借用曹操的口吻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吕布非一人可胜 也就是说 吕布乃是亲定的天下第一猛将 没有任何人能够单挑击败他 吕布如此之强 那么到底哪些猛将 能够在吕布手下撑过五十回合呢 首先 我们得排除许楚 因为在濮阳之战中 许楚在和吕布大战二十回合后 曹操就让手下其他人上去帮忙了 很明显 当时的许楚要撑不住了 否则曹操绝不会出此下策 落人口实 而既然许楚并不能在吕布手上坚持五十回合 那点围和马超也不行 由于点围死得比较早 所以他比较缺乏有效战绩 唯一具有含金量的战绩便是单挑许楚 而当时许楚主动挑衅 点围被动应战 打了一天都没能占据上风 最终还是曹操看不下去了 亲自出谋划策才捉下了许楚 可见 点围的战力是超不过许楚的 他没办法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 渭水之战 马超和许楚大战两百回合不分胜负 令众人大呼精彩 然而大家要知道的是 当时的许楚已经慢慢变老了 他的战斗力正在走下坡路 而当时的马超正当壮年 所以说马超虽强 但他的上限 不会超过许楚的巅峰期 他也没办法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 事实上 在本文看来 整个三国演义中 真正能够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的人呢 数来数去也就这六人而已 一 张飞 虎牢关前 张飞已经能够和吕布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了 之后的小配城外 张飞更是和吕布大战了一百回合不分胜负 可见公平单挑 张飞是绝对能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的 二 关羽 关羽的武功不逊色于张飞 他自然是能够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 更为重要的是 后来的关羽得到了赤兔马 这使得他的战斗力成倍提升 此时的他莫说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 就算是一百回合也不在话下了 三 赵云 赵云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猛将 其在长板坡之战的优异表现 直到数十年之后 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当曹营士兵再次见到长山赵子龙的旗号后 他们都惧怕于赵云之威 不敢作战 就连猛将张和与徐晃 面对赵云也不敢主动出击 凭赵云的实力 在吕布手下自然是能够坚持五十回合的 四 黄忠 六十岁的黄忠尚且能够打平关羽 之后更是阵战一流猛将夏侯渊 改变汉中之战的格局 可见黄忠是多么的厉害 而这还只是黄忠年老时 如果让黄忠年轻个几十岁 他不仅仅能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 说他能打平吕布 估计都不会有太多的质疑声 五 炎梁 白马之战 炎梁二十回合击败徐晃 打得曹营重将不敢出战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令天下震惊 要知道 即便是面对吕布 曹营重将也没有这么耸过 不怕死的徐楚甚至还主动去挑衅过吕布 结果现在面对炎梁 徐楚压根而不敢上 可见他是多么的惧怕炎梁 以炎梁的武力表现 在吕布手下坚持个五十回合 完全是绰绰有余 六 文丑 文丑和炎梁齐鸣 战斗力差距不大 在炎禁之战中 面对张辽和徐晃的围攻 他轻松将其化解 令人震惊 以文丑的武力表现来看 他其实也可以在吕布手下坚持五十回合 对了 很多人质疑炎梁文丑 都是因为他俩被关于秒杀 但细细分析原文可以发现 炎梁文丑之死 完全是一个意外 正面单条 关于根本杀不了他们二人 总的来说 三国能在吕布手下撑过五十回合的猛将 仅有六人 分别是关于 张飞 赵云 黄忠 炎梁 文丑 至于马超许楚 他们的实力还稍微差了一点 没办法进入此榜单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